韩国警方今天结束对崔忠逊涉嫌集体性侵一案的调查 将案件以起诉建议移送至检方 崔忠逊涉嫌在2016年1月和3月 或同他人对女性下药后集体性侵 涉嫌与崔忠逊一起犯案的权某 今天也与崔忠逊一起被移送到了检察院 崔忠逊今天在走出警署之际面对媒体记者表示 他将诚实接受检方调查 郑菊英聊天室成员中已经有崔忠逊 郑菊英全谋等5人因涉嫌性侵而被移送检方 非凡娱乐时事报道